阿娘是太后宫里的掌灯女 却不慎掌灯虚浮 谎花了贵人的眼 太后不悦 发阿娘以手作斩 以人为灯 阿娘疼得死去活来 最后一寸一寸被活活燃尽 只剩一盏油脂 太后却躺在榻上 奉谋威扬 称赞 这是她闻过最舒心的灯油香 三年后 我成为新的掌灯女 自此 非我掌灯 太后不能安寝 因为 我掌的不是灯 而是她的命 凤七公里 尽若寒蝉 雍容华贵的太后娘娘 闭着眼睛 半握在榻上 榻下跪着一个面色苍白的纤细少女 双手高高举起 正拖着一盏精致的油灯 突然灯花一爆 带出一大片灯油 掌灯的宫女虽努力压制 却还是忍不住晃了一晃 指着一下 就叫榻上的太后睁开了双眼 那掌灯的宫女惊惧不已 手上不敢动 嘴里已慌忙到 太后饶命 太后一睁眼 后在一边的掌氏姑姑秋缠 立刻上前扶起她 主子 她的爪子无用不如剁了 手剁了 最起码人还能活 但这小宫女还是面色惨白 一不留神 手上的灯晃得更厉害 一簇灯油落下 浸染了华贵的地毯 这回 秋缠也不敢说话了 太后倒是笑了 如牡丹一般 美艳不可放物 她起身 伸手挑起小宫女的下巴 双眼微眯 这宫里的掌灯女 是越来越难调教了 炼灯油吧 也好叫后来的人知道 究竟该怎么当差 是 秋缠颤微微地应下 那个小宫女还不知道 她将面临什么 物睁大了眼睛 喃喃地喊着饶命 正跪在殿外擦拭地砖的我 心中一脚 不知怎地 我竟大胆地越过殿门 悉行至太后脚下 大胆 下见胚子 也不瞧瞧这里是你能进来的地方吗 秋缠历声喝道 还不快滚出去 太后却饶有兴致地盯着我 似乎是许多年没看见有如此胆大的 我没有说话 只是磕了个头 趁着灯油未干 哆哆嗦嗦地揉碎了手中的灶脚 铺在灯油上 又赶紧用衣脚裹起地毯 使劲揉搓着 不一会 灶脚吸附着灯油 拢在了我的衣服上 那张地毯倒是恢复如故 总算保住了 叫什么名字 大洲最尊贵的女人 沉声问我 奴婢招路 你倒是个聪明的 太后语气一转 你想为她出头 要么干脆好人做到底 替她炼灯油 我深呼了口气 重重败了下去 奴婢专职洒扫 只是做好本分而已 我知道 这一次我冒失了 可是 我必须赌一把 太后没有说话 我亦不敢动 只觉得踏上的人目光如炬 刺得我后背如湿了一大块 正在此时 有人来报 圣上裴继往这边来了 太后面色一喜 她抿着唇 像个娇俏的少女一般呼喝道 快 快帮哀家梳妆 把前日新贡的白玉簪拿来 秋缠见缝插针道 太后 那这两个小蹄子 罢了 那个剁了手扔去慎行司 剩下的这个吗 她扬了扬眉毛 既然是个本分的 那就留着做个掌灯女吧 谢太后 我忙不迭地谢恩 秋缠瞪了我一眼 却无暇管我 跪到角落里去 好好掌你的灯 太后怕黑 除了和宫的夜明珠外 每晚她的近身 常年有一名专职掌灯的宫女 掌灯是宫女都学过的 只是在太后近旁的掌灯却不是个容易的活 火花不能大不能小 太暗太后不喜 太亮却又会刺了贵人的眼 这就要手闻眼明 还要防范各种意外 在太后近身侍奉自然是好事 可人是活的 哪里能保证一成不变 不出意外 事已 凤七宫的掌灯女就如那韭菜一般 一茶一茶 不知换了多少轮 我退到角落里 高高举起那盏油灯 门外洒扫的粗使宫女们 接连露出艳羡又怜悯的眼神 我却浑然不觉 三年了 距离阿娘死去已经三年了 我终于 接过阿娘曾经掌的灯 也终于接近了我一直处心积虑想接近的人 炼灯游不是普通的刑法 阿娘也不是我的亲娘 我只是她在皇城墙根下的杂草丛里捡到的弃婴 十年先帝病重 后宫混乱 我不知是哪个宫女偷兴 又狠心丢弃的孽种 寒冬腊月的清晨 婴还蜷缩一团 像只猫仔 出气多尽其少 若不是她抱回了我 我活不过朝露干涸的时刻 她把我偷偷藏在冷宫旁的安堂里 悄悄养大 教会我她能教我的一切 年满二十五那年 她原是可以放出宫去的 可是 她放心不下我 生生又待了五年 在我十五岁那年 阿娘又有机会出宫 她欣喜地告诉我 她拿出了毕生积蓄 买通了管事公共 把一个刚刚病死小宫女的身份给了我 我可以跟她一起出宫 长那么大 我的世界就是四四方方的冷宫和安堂 有机会见见外面的模样 我兴奋地彻夜睡不着 就在能出宫的前一天 我兴奋地等啊等啊 从黑夜等到白天 朝露都化开了 阿娘却没有回来 我悄悄地走出冷宫 一路小心打探 一直走到太后的凤旗宫外 才听见两个小宫女躲在墙根底下摇耳朵 原来 前一夜阿娘掌灯虚浮 得罪了贵人 太后恼怒 赐了炼灯油之行 那一夜 她命人驾瓮燃火 包光了阿娘 用特制的蜡油淋满一身 待蜡油未干之际塑形 以阿娘的手作斩 人为灯 活生生将人做成了一根蜡烛 凤旗宫里灯火通明 所有的宫人被命令观看炼灯油 我的阿娘 就那么赤条条的被固定在高架上 从指尖开始被炼 阿娘一寸一寸被燃尽 开始的时候还豪得撕心裂肺 但太后闲吵 当即叫人拔了她的舌头 灌了热油 后来 温吞的火苗一直灼烧到第二日午后 活生生的人 最后只剩下一挖雪白的油脂 一向温柔又谨慎的阿娘怎么会掌灯虚浮 我只是稍加打听就明白了 一切不过是因为那一天圣上在前朝松口 同意利后 太后跟圣上傲气 却抓着一个小小的即将出宫的掌灯女撒气 我的阿娘永远屈辱地 惨痛地死在了那一晚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却在不久后互相低头服软 二人又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母子 再后来 美艳又尊贵的女人躺在榻上 凤谋威扬 只说道 不错 这才是哀家闻过最舒心的灯油香 除了我 再无人记得那个被无辜牵连致死的掌灯女 不过没关系 我还记得 我放弃了出宫的机会 又顺势求了管事公共 将我分到凤旗宫 用了三年 我一步一步 终于成为了掌灯女 我要带阿娘复仇 我要让高高在上的太后娘娘 也常常失去最重要的人 是什么滋味 太后原是先帝的宠妃 年纪轻轻便荣灯高位 先帝驾崩后 众人都以为他会扶持右帝 把持朝政 不想 他却拿出先帝遗诏 力推培计上位 此举不仅稳固朝纲 得到朝堂众人的一力支持 也颇受民间百姓赞誉 甚至还有画本子专门对其大意 大家歌颂 培计登基后也万分地包容他 顺着他 惯着他 只是这层百依百顺的孝顺 到底夹杂着一丝出格的意味 不过是他们掩耳盗铃的自娱自乐 以及宫人们的不敢声张罢了 其实宫里行走的 都知道太后的脾气很不好 她喜静 怕黑 凤七宫里虽然总是晾堂堂的 却压抑得像谈死水 只有培计每日来请安的时候 殿内才总算有些鲜活的气息 但那鲜活都是太后一个人的 第一日掌灯后 掌事姑姑秋缠就找到我 她说 曾经有个试弄花草的小宫女 在太后与圣上交谈时抿了抿唇 被培计多看了一眼 当天晚上 那个小丫头就被埋到一个超大的花盆里当了花泥 太后不准她死 留着她的上半身在泥土之外 然后撕开她的皮肉在周身播种了花种 嘖嘖嘖 你没看见 那盆花长成的时候 开得甚是娇艳 秋缠虽然说得活灵活现 但牙齿却在打颤 所以 好好地长你的灯 莫要有旁的心思 我知道她是在提点我 盲不迭地道谢英事 秋缠是太后微末时唯一对她好的人 太后也乐于提携她 只是这几年太后越发喜怒无常 秋缠也愈发地胆战心惊 作为太后身边第一得力的人 她受器重 却也知道的最多 而过往的情分总有耗尽的一天 她也很怕 所以在太后容许的范围内 她一直努力地与人为善 只是没想到 第二日 秋缠就真的出了事 天刚刚擦黑的时候 太后突然大喊头痛 秋缠不敢耽搁 立马派人去请了院守张太医 可是太后不肯诊脉 她非要陪祭过来 秋缠的脸色变了 只因今日是十五 每月的这一天 圣上案例是要塑在皇后宫内的 太后却不管不顾 她大睁着血红的眼睛 声嘶力竭地对秋缠说 她若不来 你就去死 我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地长着灯 眉眼低垂 却没有错过秋缠不安矫缠的手 这些年 每逢十五 圣上要塑在皇后那时 太后总会找各种理由借口 将人请来 若是平时倒也罢了 可日前皇后母家刚立了新宫 这大洲江山的主人 总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叫功臣寒心 但太后不会管这些的 她只要裴妓来陪她 就如往日的很多夜晚一样 最终 秋缠还是亲自去请了 而裴妓也丢下皇后赶了过来 只是秋缠却没有回来 她因伺候不周被圣上重罚了二十大板 秋缠如何 太后一点也不关心 她正欣喜裴妓又一次地奔赴而来 重重账卖之后 年轻的帝王拥着一样年轻的太后 软言安慰 不知过了多久 太后终于好些了 她拉着裴妓的手 娇声道 哀家头痛得很 你应了我就哪也不许去 一定要看着我睡着才好 裴妓应着 不知手碰到了哪里 太后娇唇一声 终于乖乖躺了下来 殿内没有其他人 只有我远远地举着油灯 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突然间 一双明黄色的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 她近来可曾安寝 我一动不动 只轻声答道 近来太后时有梦言 唯有圣上亲临 方才好些 你倒是个有心的 该赏 她说完这一句 便没了声音 明黄色的鞋子来回夺了几步 傅又回到账卖之后 你也退出去吧 是 我的手依旧很稳 掌中金贵的灯油明黄黄的 倒映出我的脸 和唇角若有若无的笑 第二日 我才知道 秋缠废了 二十大板没能要她的命 却让她再也起不了身 太后无所谓地摆摆手 召我上前 朝露 昨晚 圣上问你话了 我不敢隐瞒 将裴继与我的几句对话全盘说了出来 我知道 那时候她根本没睡着 只是我的坦白并没有换来她的满意 太后痴笑一声 尖利的指甲划上我的下巴 以前倒是没发现 你还是个小可人 夜夜为挨家掌灯 白日也只有午后有几个时辰的休息 倒真是可惜你了 我吓得立马匍匐在地上 能为太后所用 是奴婢的福气 她竟然连裴继与我说了两句话都不许 我垂下眸子 面色如土 做出一副瑟瑟发抖的京剧模样 可惜单纯的示弱 丝毫无用 她冷哼一声 突然道 长公公服侍哀家多年 如今上了年纪依旧孤苦一人 甚是可怜 哀家把你赏给她对时如何 长公公是出了名的阴质又好色 之前曾经晚死过好几个对时宫女 我若落在她手里 下场可想而知 可是 我不能推辞 不能求饶 更不能生出别的应对心思 因为眼前这位太后 当年是宫女时 也差点曾成为某个公公的对时 只是后来 她孤注一掷 想方设法爬了先帝的床 此刻 她半真半假的话 有对我的不满 也有对当年自己无助彷徨的泄愤 她曾经遭遇过的不堪和屈辱 如今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强加给别人 上位者的戏弄 不过就是想看我的崩溃 所以 我憋住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重重地磕了个头 太后所赐不敢不领 只是奴婢恳请 在为您掌几碗灯 她似乎有些讶异我没有求饶 许久之后才唇角微扬 夜晚 又到了掌灯的时候 我悉心地擦拭着那盏油灯 小心地注满灯油 随后蜷缩在太后寝宫的一角 高高举灯 光影交织 映射得太后的侧脸容颜更甚往昔 轻盈秀美的身影落在窗帘 妙曼又添了几分孤若 着实惹人怜惜 裴继过来的时候 一眼看见太后的剪影 她抬手制止通报 就这么正正地看着太后的影子 在殿外驻足了许久 太后显然也注意到她的到来 却装作不知 反而摊手推指 准备作画 我不动声色 微微转动油灯 裴继终于按捺不住 大步上前 一把握住了太后的手 真儿 你想画什么 太后一惊 整个人都似乎躺在了裴继的怀里 她脸色娇媚 语调轻柔 哀家想画一下多年前的红眉 只是许久不曾提笔 倒是忘了 这有何难 以前朕教过你 如今自然可以再教你一次 工人们皆低头退下 只与我一人远远跪着 朦胧的灯光中 往昔点滴涌上心头 宫廷内 没有秘密 阿娘曾在太后进前事后多年 裴继与太后的那点猫腻 她最是清楚 加上这些年我的细心打探 自然知道 太后想要什么 当年裴继只是个不受宠的皇子 还是宫女的太后与之相交相知相许 只是恰逢先皇后痛失爱女 众人都怀疑是裴继动的手 可惜没有实质证据 于是先皇后迁怒下旨 将她的贴身宫女赐予公共作对时 后来 小宫女成了高高在上的宠妃 如今更是尊为太后 先皇后却早早抑郁而亡 可是大局虽定 相爱的两人却又于伦理永远无法相守 裴继对太后是有亏欠的 特别是她还曾是她失事时真心喜爱的女子 他们是大洲最尊贵的人又怎样 这世间一样有他们难以挣脱的枷锁 可是这根本不够 使其疯狂 必让其先张扬 我稳稳地聚着油灯 舒心的灯油箱慢慢弥漫开来 已经紧贴的两个人也开始交警缠绵 情难自已 一夜过后太后神清气爽 越发娇艳 她踢了踢已经跪麻的我 下巴高昂 想不到你这剑壁掌灯倒真有些本事 罢了 和哀家心意的人不多 秋缠又废了 你就留在哀家身边继续伺候吧 谢太后 能为太后效力 奴婢万死不辞 太后敏纯 似乎对我表忠心的话并不是很满意 既是想为哀家效力 最近倒真有一件烦心事 你若办成了 秋缠的位置就是你的 她的烦心事是即将到来的仙残礼 历来能主持仙残礼的都是大洲最尊贵的女子 前些年培继未立后 太后自然当仁不让 后来皇后进宫 但一直主动避其锋芒 每逢仙残礼都早早称病 可是今年不同 皇后母家立了大功 朝臣都上奏今年的仙残礼当由皇后亲自主持 眼看仙残礼将近 皇后迟迟不肯称病 太后终于是急了 我应下了差事 给油灯续满灯油 在皇后一早前来请安的时候 我掐着点池灯退出殿外 却不小心脚下一半 将整盏灯油泼向了皇后 只可惜皇后身边那个宫女是个护主的 侧身一拦 接住了大半灯油 不过还是有几滴溅到了皇后的手上 这滚烫的灯油 金尊玉贵骄养长大的人 怎能沾上一点 皇后惊呼一声 白嫩的手背上已经红了一大片 撩起好几个水泡 娘娘饶命 我跪在地上不断磕头 青石地砖可真硬啊 可是主子不发话 我不敢停 愣声声磕破了头皮渗出了血来 皇后嘴唇紧闭 面色煞白 她身边的宫女 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 却也知这里是凤妻宫 太后不开口 就是皇后也无权处置我 太后慢悠悠地站起身来 微微抬眉 皇后无爱吧 你说好好的 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 儿臣并无大碍 皇后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吐出这几个字 既是无大碍 那皇后就别跟着掌灯女计较了 就罚她一年俸禄如何 哀家宫里呀 可就只剩下这一个贴心的掌灯女了 若是真的罚众了 哀家还真有点舍不得 空旷的殿内只与我不断磕头的声音 太后这话看似饱我 实则却是对皇后明晃晃地警告 也是直接断了我所有的后路 从此之后 这宫里只有她能保住得罪皇后的我 而她也再次验证了 只要她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阻止 就算是皇后 也只能避其锋芒 皇后的脸色很不好看 却乖乖地捂着手 低下头去 儿臣不敢 太后扬了扬眉毛 满意地看着皇后捏着鼻子跪安里去 朝露做得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凤七宫的掌室宫女 谢太后 虽说是做了掌室宫女 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掌灯女 是以前半夜掌灯的活 还是要我来 凤七宫的油灯 刚刚点燃的时候 赔记就来了 母后 听说你宫内的掌灯女不慎伤了皇后 太后原是欣喜的面容 立刻沉了下来 怎么 圣上是来替她讨公道的 太后的眼圈泛红 赌气一般地说道 哀家已经罚了她一年的俸禄 皇后也是同意的 难道现在要反悔不成 你明明知道 我最怕黑 这么多年 就得了这么一个满意的掌灯女 这几句话一出 裴记已经有些心软了 太后怕黑 是二人年少时的小秘密 各种缘由虽无人知晓 但明显触动了她的软肋 太后又深吸一口气 遥遥指了指我 罢了罢了 你要替她出气 剁了双手也好 乱棍打死也好 都随你去吧 我惶恐不安地跪在一旁 瑟瑟不敢言语 但听见裴记长叹一声后 我心中却松了口气 太后一招以退为进 皇后小小地手伤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我的小命也必然是保住了 裴记低声哄了几句 太后面色才好看了些 朕还是得给皇后一个交代 男人把她的手指握在手中 一根一根地仔细摸索着 许久才无奈道 她的父兄刚立了新宫 朕不能不管朝臣的意思 太后委屈地缩在她的怀里 发如鸭鱼 生如黄鹰 可是 那个位子 你说过 本应该是我的 裴记浑身一僵 将人搂得更紧 是朕 负了你 长夜漫漫 太后已经沉浸在往昔二人的甜蜜回忆里 罢了 怎么说也是哀家宫内的人惹的祸 是得给皇后一个说法 她抬起头来 眼圈更红了 我让步 都是因为你 也只有你 能让我让步 美人在怀 孱若可人 裴记的下巴抵在她的头顶 是 只有你是真心真意对朕好 这一夜 凤七宫的灯火明灭不定 因为掌灯女冲撞了贵人 被罚在宫外的大道上 贵了整整一天一夜 秋风寒凉 我衣着单薄 直挺挺地跪在宫道上 来来往往诸多工人 虽没有当面嘲讽我的 但也均窃窃私语 对我指指点点 一天一夜下来 我滴水未尽 好不容易挨满时间回到住处 便昏了过去 待到晚间 又是掌灯的时候 我挣扎着爬了起来 同屋的小宫女给我喂了汤药 朝露姐姐 你这身子 还要去掌灯吗? 我当然要掌灯 那是太后的灯 一日不掌 我不得安宁 见到我来掌灯 太后明显有些惊讶 不过她没有说什么 只是大方地给了个恩典 你是个好的 哀家会记得 等寻到新人 以后掌灯这等小事 你不必做了 我恭敬回道 能替太后掌灯 是奴婢的姓氏 我小心地转动油灯 让灯光更加平稳舒缓 太后的眉眼间也涌上安心畅快之色 放心 哀家不会让她好过的 她躺在榻上 难难滴雨 是的 她表面装得再大度 实际连裴继多看一眼的小宫女都要做成花泥 哪里又能容忍圣上替皇后出头呢? 我被罚贵 不过是她故作姿态 惹裴继怜惜的工具 而作为罪魁祸首的皇后 她是不会放过的 果真 太后如愿主持仙残礼后 等到皇后的手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她赶紧以赏菊的名义组织了宫宴 裴继的后宫没有多少人 除了皇后外 位分都很低 事已 当太后命人捧上一丛丛争其斗燕的特色菊花时 诸位妃嫔皆是娇口称赞 吹捧声中 唯有皇后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 不喜不怒 不见情绪 太后翘起唇角 唤我上前 其实 这个丫头并不算哀家最满意的长灯女 她直起白玉杯 浅浊了一口果酒 待众人的眼光都聚过来后 才笑着道 可惜最得我心的那一个 三年前没了 三年前 正是裴继历后 皇后入宫那一年 皇后似乎知道什么 脸色已经变了 太后扫了她一眼 秃得拍拍手 随即有人捧上来一个陡大的欲望 揭开盖子 里面竟然是一整瓮雪白的油脂 我的心骤然一停 却不敢失态 掌灯的手指死死扣着灯柄 指甲痛得几乎要脱落 这才让自己镇定下来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我躬身请示道 太后是否要添油 太后笑了笑 捏起金池 挖了一勺油脂 我赶紧跪下将灯递上前去 我的阿娘 就这么被她夹到了油灯里 去吧 皇后那边有些暗 你就站那去 也好叫皇后看得清楚些 我死死咬着牙 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屎来 还没到时候 我告诫自己 就像多年前阿娘告诫安堂里的我一样 既然选择了折服和等待 那就要有耐心 阿娘 等我 快了 真的快了 皇后 没等灯油燃尽就以身体不是为油告辞了 她离席的时候 脸色惨白 看来这瓮雪白的油脂 她也知道内情 太后震慑的目的达到 也是开心不已 昭露 你是哀家的功臣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奴婢别无所求 只是做好本分而已 这一回 太后 太后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 她新任命了掌灯女 将我彻底调到近身伺候 但是 我不放心新来的掌灯女 每每要掌灯 都会帮忙 添好足够的灯油才放心 陪记依旧时常前来请安 甚至动不动就塑在凤妻宫中 太后春风如意 脾气竟然好了很多 只是好日子没过多久 皇后那边竟然传出了有孕的消息 太后大怒 不可能 怎么可能 她明明答应过我的 她大吼大叫着 见人就抽 还砸碎了一切能砸碎的东西 我离得最近 自然身上的伤最多 但是我依旧做足了贴心宫女的模样 拼命地安慰阻拦着 但我越拦她越是气 最后心火上涌 竟然一口气没生上来 生生气晕了过去 张太医前来诊脉 眉心跳动 手颤眼慌 半嗓不敢言语 陪记等得不耐烦了 斥责道 太后究竟奉体如何 着实禀来 再磨磨唧唧 小心耳的苟命 张太医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请 请圣上禀退他人 容臣祥述 工人们如流水般退下 我默不作声 退在最后 呵呵 张太医如此惊慌失措 还能是什么? 不过是当今太后 腹中多了个不该有的东西 多亏我精心研制 又细心点燃的灯油啊 多少个日日夜夜 就在这满是以你的灯油箱里 裴记跟太后情难自已 颠缆捣缝 如今 聂元已成 不知裴记是选择保护心爱的女人 还是她的江山设计和脸面呢? 张太医死了 太后醒来后 下身流了好大一滩血 她正愣地坐在床上 茫然地捂着肚子 直到太阳吸锤 才反应过来 抱着被子嚎啕大哭 彼时裴记一直悉心陪伴着 在她哭到历劫的时候 将她死死拥住 对不起真儿 你是知道的 朕不能留下把柄 世上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但只要墙没倒 到底还可以自欺欺人 但若是那个孩子真的出生了 不管这二位如何手眼通天 总是有了要命的祸害 裴记 你好狠的心 那一天 太后流干了眼泪 第二日 她就恢复了本色 第一件事便是要张太医的命 我带着她的意志 带回了张太医自觉的消息 太后冷冷地折断了花枝 还有一个人 还有的人 当然是皇后 亦或说是皇后那一胎 但是皇后有孕是前朝后宫的大喜事 盯着那边的人不知反击 想要她落胎 哪里那么容易 最重要的是 因着太后的关系 裴记这些年出入后宫甚少 后宫也多年无人有孕 那位虽是狠心落了太后的胎 却对皇后那一胎万分重视 若是圣上要保 这大舟还有谁能动她 但是太后不管 她只知道 她才应该是裴记心肩肩上的人 而这种执着 在裴记放弃她的孩子后 彻底变成了病态的疯狂 我点燃了油灯 轻声哄着她 太后 会有办法的 明灭的灯火下 太后的眼神阴郁 当然 哀家是这大舟最尊贵的女人 要谁生 她就生 要谁死 她必须死 失去那个孩子后 太后喜怒不定 奉妻宫内日日阴云笼罩 她看什么都不顺眼 想了法子惩处宫人 我的手臂上全是太后用刀一条条划开的伤口 不过我能忍 几次下来 见我不好不叫 她兴致缺缺 便盯上了别人 到了后来 凤妻宫内的宫人也无法令她消气 她就盯上了裴济后宫的妃嫔 深宫里搓磨人的法子很多 大家敢怒不敢言 但总有人忍受不了 还求到了皇后面前 皇后无法 趁着十五那天裴济去看她 委婉地提了几句 裴济虽未作表示 但这事还是传到太后耳中 因着怀孕 皇后已多日不来请安 太后以这个事为由 在裴济耳边吹风 大周朝以孝立国 皇后还未显怀便如此不敬哀家 以后她若诞下皇子 就更不会将哀家放在眼里了 裴济也是头痛 多年相伴 她自然知道太后想干什么 可是 皇后怀孕关系果本 她不能不重视 这一胎 她不容许出岔子 真儿 皇后月份还小 不容有失 为了大周 为了朕 你且忍耐一段时间 太后没有说话 却食指交缠清白一片 裴济看见了 悠悠长叹一声 朕答应你 以后朕绝不再招姓皇后 相信朕 你才是朕唯一挂在心肩上的人 太后红着眼映了 裴济又贴心地陪着说了好久的话 哄着她睡熟后 却没有立即离开 太后进来可安寝 她眉眼郁郁 私下问我 圣上不在的时候 主子她夜夜惊梦 时常不能安睡 我低着头 轻声道 奴婢真怕长辞以往 太后奉体亏损 这不是假话 这些日子 太后的癫狂有目共睹 毕竟我在灯油里给她加了点好东西 灯油燃尽 无计可寻 但太后却夜不能寐 情绪狂躁 长辞以往 不单单是她奉体为和的事情 更是培计后宫的不得安宁 男人低头沉吟 她的眼中有狠觉 有不舍 百般纠缠之后 她下定了决心 你是太后一手提拔的人 太后信你 朕也信你 有件事你要替朕办好 我努力克制颤抖的声音 叩首到奴婢领命 自那一日开始 太后时常陷入昏睡之中 太医一波又一波地前来诊治 却诊不出什么毛病 只说要安养 故本培元的金贵之物 源源不断地送进凤妻宫 但太后还是一日一日地精神不济 只有每日培寄来时 她才会勉力提起几分精神 哀家好像病了 那帮庸医竟然什么都查不出来 砍掉 统统都砍掉 她紧紧抓着裴继的手 像是抓着飘摇风雨中唯一的医仗 可是她不会知道 让她整日昏睡的正是她医仗之人 每日亲手给她卫下的补药 太医怎么会诊出什么呢? 毕竟下只要我再补药里加东西的 就是裴继啊 裴继的本意是让太后消停歇 等到皇后诞下临儿 大局已定 她再停了她的药 多加补偿 想得真是周到啊 可我怎么能这么便宜他们 凤妻宫内灯火整日不灭 我一边定时给太后服用安神汤 一边继续在灯油里加烈药 然后趁着太后清醒的时候 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 向她埋怨圣上的不公 皇后又借着肚子不适将圣上劫走了 我意有所指道 现在还未生出来便能隔三差五地勾人 若真的是个皇子 主子 奴婢怕将来 太后的脸阴沉得吓人 是啊 圣上如今是喜欢她 可是等皇后生下太子 江山稳固 圣上肯定要给皇后应有体面 到了那个时候 她这个人老朱皇的太后 可能就真的只能被供起来 当作太后了 我每日都活灵活现地讲述圣上陪伴皇后的事情 她害怕听 却又忍不住命令我讲下去 终于 在又一次陪继丢下她去陪皇后后 她忍不住了 百嫁 哀家 要去见见咱们大周朝的大功臣 我装模作样地拦了一下 却被她一巴掌扇在地上 朝露 你的胆子越发大了 都管到哀家头上了 她赤红的眼睛里全是怒火 你就跪在这里 哪里也不准去 哀家不让你起来 不准起来 我惶恐跪下 不敢再拦 太后带足了人手心腹 浩浩荡荡地杀去了皇后的寝宫 我孤身一人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 却在别人瞧不见的时候 咧开嘴 笑了 太后直闯皇后宫中 几句话不到 就揪着皇后不敬的罪名 下令掌嘴 虽然裴继得到消息及时赶到 但皇后还是被压着受了几巴掌 脸色惨白 摇摇欲坠 太医诊断后说皇后悲欲交加 恐有华胎之兆 天生太后听了 只是冷笑 呵呵 哀家当年受过的苦比他吃过的盐都多 他这会只是故意装出一副柔弱模样 圣上大可不必太过在意 裴继捏了捏眉心 他万万没想到 多次的软言好语 他竟一点也没听进去 当朝太后 堂而皇之地对皇后用刑 这要是传出去将引起多大的波澜 裴继再宠他 也抵不过帝王的权威受到质疑和动摇 他当场下令动手 仗毙了对皇后动手的长公公 然后下指称太后身体有样 即日起不得出凤七宫一步 这是变相的软劲 太后哪里肯依 当场就闹了起来 只是这次裴继不再惯着他 强令宫人将他请走 裴继 你怎么敢 要不是哀家 你会登上这皇位吗? 太后气急 竟然不管不顾地开始口出狂言 放肆 太后也意识到不对 腹又软了言语 哀家错了 别关着哀家 母后 你生了一症 得喝药 母后 裴继从来没有这样患过他 太后眼中癫狂更甚 似乎是被这两个字刺激到 突然疯了般大吼大叫道 我没病 是你变了 你为了那个贱人和贱人的孩子 背弃了我们的誓言 你忘了是谁忍着恶心 一日又一日地侍奉老皇帝 又是谁一力推你上位? 太后真的疯了 他开始不管不顾地吐露着多年前的秘心 甚至开始直接挑破自己与儿子的不伦之恋 裴继冷了眉眼 面无表情地盯着太后 而殿内的宫女太监跪了一地 恨不得自己根本没长耳朵 太后骂累了 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 这一停 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方才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他张了张嘴 血液倒流 一张依旧俏眉的小脸 煞白如雪 裴 不 圣上 我 我说的都是胡话 可惜 晚了 有些情义 留在心里是甜蜜 是愧疚 是亏欠 一旦说出口 便是耻辱 是威胁 是根在心上的刺 裴继垂下眼眸 只觉浑身疲惫 她的确真心爱过她 但这份畸形的爱终究会毁了自己 甚至毁了祖宗江山 是时候 及时止损了 跟随太后前去皇后宫中的工人 皆被毒哑了喉咙 发配至换衣局 我被罚跪在凤七宫 竟然好运地逃过一劫 昏暗的宫殿里 仅剩一盏油灯斗火飘摇 凤七宫现如今已成了冷宫 连侍奉的工人都不剩几个 明日 我即将陪太后一起 启程前往皇陵 陪祭不敢再留太后在宫中 也是想给她一个教训 是以昭告天下 说太后念及先帝故去已久 自请去皇陵守陵陪伴 入了皇陵 虽是住在别院 但日子清苦 又与放逐合议 太后大哭大闹 却被灌下了安神汤 我小心地擦拭着油灯 将张太医赠予我的最后一包药粉 拌进了灯油里 然后趁着夜色 悄悄来到皇后寝宫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恰巧和好运 一切不过是因为我的早早投诚 早在我用灯油烫伤皇后时 就趁着磕头的机会提醒她的簪子有问题 那根九尾凤簪是陪祭赐给皇后的 她自然从来没有怀疑过 也没有检验过 当然 陪祭也根本没有料到 太后替她精心准备的礼物 实则暗藏玄机 是我不忍秋缠姑姑老死宫中 求了太后放她出宫 与家人相聚 不想太后怕她吐露秘辛 一边准了 一边却让长公公给她下了毒 等我们发觉时 已经晚了 秋缠姑姑一边吐血 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很多秘密 其中就有这只九尾凤簪的 那簪子中空 藏有射箱珠 只要皇后佩戴一日 就永远不可能有孕 后来的宫宴上 太后最是得意的时候 皇后的贴身宫女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三个字 张太一 原来 张太一是皇后的人 她当然也没有死 她被皇后偷龙转凤 安排出了宫衣养天年 在此之前 她给了我足够的催情散和能刺激人癫狂的药物 还有配合汤药 让人停药后 就慢慢容貌损毁 生带闭合的药 那些 我都悉数孝敬给了太后 而太后之所以在皇后宫内失态 进而大放厥诀 也是因为那边的灯油里有同样的东西 真好啊 我郑重地向皇后拜道 谢娘娘 是本宫要谢你 雍容华贵的女人亲自将我扶起 往后你有什么打算 请娘娘再助奴婢一臂之力 girls help girls 她嘴里说着我不懂的话 抚摸着肚子笑道 好 你但说无妨 太后在醒来的时候 车马已经出了皇城 停车 哀家要见圣上 哀家 太后大叫一声 却死死捂住自己的喉咙 不可置信道 哀家的喉咙怎么了 為什麼声音这么奇怪 我上前 握住她的手 少说些话吧 您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至于你的喉咙 马上也发不出声音了 放肆 你这个贱婢 太后抬起手想伤我 却轻而易举被我控制住 她双眼大睁 却发现浑身无力 根本挣不开我的手 她还想说些什么 却发现自己的声音越来越低 最后竟是不断地张嘴 却一个音节也发不出来 而我 则当着她的面 揭开一个盒子 取出一张薄如产意的面皮来 在她精具的眼神中 我小心翼翼地将面具贴合在脸上 看着她骤然紧缩的瞳孔 我很满意 裴记不会饶了你的 从她的唇语中 我读懂了这句话 我笑了笑 拿出铜镜地到她面前 只是一眼 她就翻了白眼 被自己的样子吓晕了过去 真是不中用 至于裴记 呵呵 等到皇后诞下皇子 她又还能活几年 更何况啊 太后离宫 选秀大开 一波又一波美丽的人进了宫 她又有几时能想起自己的母后来 在出马车的时候 我已经成了太后 身边跟着的是个毁容的雅女 来人 皇陵跟前 这件人竟然目声怨对 挑了她的手巾 以颈笑游 啊 雅女嘶哑地吼叫着 就像是一只疯狂的畜生 她双目赤红 还想扑上来 却被一杆工人拉住 左右开弓 就是几巴掌 那些人都是皇后精心安排给我的 手上有的是力气 习惯了养尊处优的人 哪里受得了 雅女面目浮肿 慧容后的脸更令人憎恨 只是几下巴掌 就受不了晕了过去 呵呵 这就受不了了 皇后答应我 让我亲手复仇 我答应她 未来必要的时候 将以太后的名义 为她和她的儿子做任何事 我将乘着阿娘的瓮带了出来 在皇陵外建了心坟 我把雅女养在了自己身边 我会好吃好喝 保证她一直长久地清醒地活着 毕竟 死亡的痛苦只是一时的 我就是要让她永远清醒地煎熬着 从肉体到心灵 给予她折磨 让她彻彻底底地为阿娘 为惨死在她手中的人赎罪 须 往后慢慢守灵的日子 我们还有的是时间